苏贞昌 侯友宜拉下红布 启用中角湾国际冲浪基地 院长亲自巡视 现场软硬体细节毫不马虎 市责官员没做好还推脱经费 会这样动怒 就是因为建立国际级基地可不容易 这一次是地方中央抛开蓝绿 联手合作让政绩再加一 因为这个冲浪基地 是苏贞昌竞选新北市长时 喊出来的证件 上任不到一年就要实现 这个中角湾冲浪基地 选举的时候是我讲的 但当选的是红市长 他当选市长能用我证件来跟我说 哎 这你说的怎么就来炒一炒 选举的时候不要讲一堆废话 通话也不要人声攻击 讲谎话 留一点疑地 以后好在一起 苏贞昌到了中央 仍然新系新北市 对当初参选的政界不敢忘 也按批现在的候选人 更大酸对手 选举手法 对韩国瑜提出的政界 不以为然 博斥特征组的恢复与否 和司法改革没有必然关系 不如打出政绩牌才会让选民真正有感 三级新闻 陈远循 千语首组 新北市报道